Odio Jungle 1927年,中国著名的教育家,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柏玲,带领师生在中国东北考察,发出这样的感慨,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呐喊,四年之后,这句话被写进南开学校的教材,东北地理教本中,竟是国人日本觊觎东北的野心。 东北地理教本,在第三章专论东北交通,对日本经营满洲的核心,南满铁道诸事会社进行了详细记录,在第八章中深刻揭示了南满铁路,实际形式特殊的殖民政策,在东省必不可缺制机关,的真实面目,揭示了日本在东北的布局,在918的炮火声中,这不包含爱国主义思想的东北地理教本来到了课堂, 开始他教育救国的使命,他激发着学界的抗日热情,为南开师生乃至天津人民,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吹响号角,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,二十多天,日本军队轰炸了南开学校,7月28日深夜至29日,日军飞机、大炮对南开大学、南开中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进行轰炸, 三十日午后,日军继续从海光四方向炮击南开大学,下午三十许,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量满载没有的汽车,闯入校园,到处纵火, 据中,央通讯社报道,秀山堂、思源堂、图书馆、教授宿舍及临近民房,近在烟火之中,烟头十余处,红黑相接、黑白相见、烟云碧天、巧守观火者,接接探不已, 这场接纳,是南开大学损失惨重,教学楼、图书馆、教室住宅和学生宿舍大不毁于一旦,一器设备被破坏殆尽,珍贵的图书点击和成套的外文西刊,遭洗劫一空, 重达一万三千余金,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效忠义被截掠,据1943年9月25日,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,损失报告清策统计,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、图书、一器设备等财产物资,按战前价值供给法币663万元,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,法币与美元挂钩,100法币等于30美元, 日军炮击南开元石,南开大学秘书长黄玉生,正在秀山堂办公室内,一颗炮弹从屋顶直穿到地窖,性未爆炸,时任理学院院长杨时先回忆,28日夜里一点钟,海光寺的日本兵营,开始向南方开炮,后来炮火离我们学校,愈来愈近,我们为了避难,增黑夜坐了小船,预备到附近青龙潭一带躲躲, 谁知船经日本飞机场时被日军发现,一个日军小飞机紧跟着我们的船飞行,船里人怕飞机扫射,都跳下水去爬到岸上,四,五人一堆的在稻田里躲着,这样一直到第二天七点才回校,而飞机也跟着飞来了, 当人们回校后在剪点校舍,各处有没有损失时,飞机上又丢下来一个红旗,海光寺的炮火又重新开始射击,就在当日午前从日本兵营,开来了几辆小的坦克提汽车,装了若干香煤油,开入校内,把图书馆余下的书都搬走之后,就用煤油烧了图书馆, 我们当时站在马场到一所五层高楼上看,看着自己的图书馆在燃烧,十四年的心血就让日底复制一句,这幕惨痛的情景,使我永不能忘记,南开大学被炸毁的七月三十日下午,张柏林在南京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说,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,背回着南开之物质,而南开之精神,将因此挫折而寓意分立,三十一日中午,蒋介石,宴醒张柏林,胡适,梅一齐等人,在午后谈话时,张柏林表示,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,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,但是,只要国家有办法,能打下去,我投一个举手赞成,只要国家有办法,南开算什么? 打完了仗,再见一个南开,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,当场表态,南开为中国,而牺牲,有中国即有南开,被日军炸毁的秀山堂残记马蹄湖畔,被轰炸焚毁的木齋图书馆中代之后的思言堂日,本侵略者在亚细亚月刊,1938年4月号文化旧式战线专告中无耻宣称,天津南开大学的被毁坏,是第一步,南开非炸掉不可, 日本学者石岛记之在1984年类纪念918事变53周年,而写的《中国抗日战争》十一书中也坦率,承认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,给中国民众带来了难以描述的苦难。 首先日本军飞机突然袭击民众,早在1937年7月29日,日本轰炸机连续四小时轰炸了天津,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,这是因为日本军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, 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,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,招致了国际舆论的谴责,申报在南开大学被炸毁。 当日记刊文指出,日记轰炸南开大学,显示有计划残酷的破坏文化机关,大公报上海也在10月18日的社论中认为,南开学校之被毁,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,在暴日侵华战中,最初最大的牺牲,是日本军心摧毁中国教育,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显知证据。 7月31日,黄延培在大公报上海发表调南开大学,并及告教育当局一文,义正词严的正道日寇,尽你们的凶狠,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,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挖迁青年的抗敌精神,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一万民众的爱国心理。 8月1日,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,北京大学校长蒋孟林,北京大学教授胡适,清华大学校长梅宜齐,中央大学校长罗嘉伦,浙江大学校长竹可珍,武汉大学校长王兴公等7人,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,报告日军毁灭南开之暴行,要求对于此种野蛮屠杀,及肆意摧毁教育机关之行为,公开加以谴责。 8月3日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基尔帕特里克,就义克伯区,向记者发表谈话说,日本在华之行为,实属无耻而愚蠢,天津南开大学被毁,不足使该校归于消灭,两以日军炸弹残酷手段之结果,失足使该有名之学谱。 万古不朽,日本军人此种恐怖政策,不特不能使日本获歇为利益,且日本以武力所获得之土地,其结果仍将乌归远主。 中美中国所有也,8月5日,毛顿,郭墨若,金仲华,胡玉芝,冯雪峰,巴金,张天义,郑震夺,陈旺道,欧阳宇倩,叶盛陶,夏燕,周阳,萧贤,爱武,玉达夫,胡峰,陈白晨,夏真农,关露等。 56名左翼进步作家,致电张柏林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,日寇夺我平津,摧残文化机关,南开,女师惨遭轰炸,既已有计划之烧毁屠杀,同仁等无认悲愤,紧电慰问,并望转至全体同仁。 盼为国努力,抗敌到底,10月16日,申报报道,牛津大学,伦敦大学等英国18所大学的170名教授,日前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,对日军在华轰炸平民及学校表示愤害,对中国人民表示深气同情,并声称将截其所能独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,制止日本侵略,南开的物质虽然被毁, 但爱国精神却寓一张,显,就在南开被毁不久。张柏林的四子张西护,空军第八大队第30中队队员驾驶轰炸机,由江西吉安奉命赴抗日前线作战,中途飞机失事,不幸牺牲,年仅26岁。 张柏林听闻恶号,默然许久,缓缓说道,五早以此此许国,今日之事,自在意中,求仁得仁,复合痛眉。 张柏林的四子张西护,南开中学,1928年,优秀毕业生沈崇慧,当时在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任分队长,在战斗中驾机猛扑日军旗舰出援号,壮烈殉国,牺牲十年仅26岁。 沈崇慧烈士据不完全统计,即南开中学先后就有28名校友为国捐躯,正如教育家黄严培在上海大公报中所言, 既你们的凶狠,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,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瓦千青年的抗敌精神,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一万民众的爱国心理,抗战胜利后,1947年1月5日,在南京的南开校友,为张柏林一行举罢查会,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。 中央通讯社唐济清在致辞中说,据我所知,抗日战争胜利后,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,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,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宝端,但是凡我南开校友,理应为此自豪。 3月19日,张柏林回到天津,南开校友,天津市长杜剑石,也向张柏林报喜,平均二世被立案的汉奸之中,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,张柏林笑答,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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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